河西走廊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准确的说 东起乌峭岭 西至古郁闷关 南北介于南山与北山之间 这条狭长平地就是河西走廊 这里是交通大动脉的必经之地 这次我和东风风神L7一起 再走河西走廊 真的非常非常的辽阔 都说河西走廊天干地不干 在这个地方降水量非常少 但是又和齐连山相连 它的血水滋养着这儿所有的绿质 所以这种浓浓的反差感 让人不禁地感慨 大自然地恢复成功 当然像身后的这台东风风神L7 也是具备浓浓的反差感 我们去看它的造型 就是一台非常有设计感 非常城市化的SUV 但是谁曾想 它曾经竟然赶走无人区 并且在没有任何补能的情况下 成功地穿越 现在它又和我们一路相随 从兰州来到敦煌 见证河西走廊的这种辽阔 所以如果说真的要理解一个事物的话 务必要参透它的内核 东风风神L7 也有一个自己强大的内核 就是它的东风马赫电魂 PHREV 新年代最大的痛点 就是经济性和动力性的矛盾 不管是纯电也好 增程也好 还是插混也好 它们各自都有有缺点 但是东风马赫电魂PHREV 巧妙地利用它的构型 把所有的痛点全都规避掉了 既有长续航 也有动力性的保证 甚至还有低能耗的基础 所以这台车 也是中国首个媒体实测 突破2000公里超长续航的很多SUV 并且完成了无补能续航2162.8公里 往返穿越中国最大无人区的挑战 这一切都得益于它的东风马赫电魂PHREV技术 东风马赫电魂PHREV技术呢 是通过一个行星牌 两对定轴齿轮 以及两套同步起来实现多档的串平连 和双模功率分流 这个也是行业内首次 把功率分流和多档串平连进行了一个融合 再通过iControl智慧电控系统 来根据不同的路况 你油门的深陷等等等等 自适应的去调节不同的模式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城市 它就是一个纯电机的电驱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 你所有的感受全都是静谧的 平顺的 这种感觉真的和一台纯电动车 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需要更强的动力了 也完全没有问题 只需要踩下去 看到没有 这种动力输出的感觉 还是非常非常直接和唱不来的 而且它的发动机是可以允许它进入直驱的 这个就相比于增程车 或者说增程模式来说 就好成太多了 发动机介入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它的动力性得到一些保障 而且它的多档位 也保证了它的转速 不会时刻处于一个高转 也就保证了它的经济性 官方说这台车 它的百公里的溃电油耗是3.8升 而且一升油可以发3.66度电 就这两个数据 放在整个行业当中 都是遥遥领先的 所以说可增程 可纯电 可插混 就是这台车呢 真的是一台车 第三台 户外场景的3.3千瓦外放电功能也有 电烤炉 户外照明 投影这些露营设备 都能带得动 当然整个这个座舱呢 非常的赏心悦目 官方叫做iTalk智能座舱 Talk是什么意思 会说话 有情感能交流 所以说这个座舱呢 还是比较智能的 当然前边的仪表盘呢 温馆主要是用于一些驾驶信息的呈现 中间的这块中部屏幕呢 主要就负责一些娱乐和功能性的配置 下面呢 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 如果说累了 直接进入到小戏模式 再加上空间上的宽敞躺平 其实这台车静下来之后 也提供的非常丰富的体验 对了 中间的这块8155的芯片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硬件的支撑 也支持的可见即可说 以及说连续的语言对话 当我们深入的体验完这台车之后 就会发现这台车真正的内核 就是它的混动技术 真的非常丰富 可增程 可存电 可插混 保证了它的长续航 强动力 以及低能耗 再加上这台车的360BOX的智能安全系统 对整车的安全做出了全方位的防护 再加上舒适的坐舱和智能化 可以说这就是一台很全面的产品 当然更关键的是 这种全面不只是表面 而是在每一个领域 不管是动力 性能 安全 还是续航 都做到了非常非常深入的一个扎实表现 可以说这就是一台非常合格 和非常出彩的产品